接近胜利的一次 手上12号贴纸要贴牢 陈时中再找前副总统陈建仁陪通扫街 车队穿梭中正万华大街小巷 尽管风雨不小热情民众也挥手力挺 还有人撑着雨伞跑到车队旁边要陈时中知道 这一票一定支持他 陈时中中选 陈运鹏中选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通通来合体 就连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也来跨区拉人气 再过两天就是全台湾 尤其是台北市跟桃园市 时来运转的时候 时来运转的时候 陈时中来运转顺畅 我们台北市跟桃园市都会大进步 可以开始提出的1200的首都通 其实有关都市的治理永续产业的相关的一些分配 让他能够共融更好更有效率 陈时中强调有这么多靠山 挺他选台北市长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不过柯文哲说他自己焦虑多时 还喊话说台北不能回到过去 让陈时中带到机会反栓 可是否八年正绩掉车尾 这个是心情跟我们在八年前的时候 希望台北能够更好 那把台北也交付给他 那八年来他交出了一个台北最后一名的成绩单 现在担心没有用 换人做看看才是重要 绿营归队完毕 陈时中对选仅有信心 即使对手讲万安 要在选前之夜打最大舞台 他也不以为意 舞台大那就要有够成熟的人来承担了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滑而不实的舞台 那还是一个戏骨的一个舞台 对我就不清楚 我们互相祝福 提出证件全力催票 更与桃园合体 1126当天催票拉票投票 力拼台北桃园时来运转 375格子钢琴也好 台北桃园